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, 阿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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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 在2002年 我当时跟学生是第一次零距离的接触 直到2005年 我辞掉了金融行业的工作 再后来就是有一个系统的想法 对十四桌八千米雪山做一个完整记录 作为一个摄影师 更多时候往往都是在等待 那个时间才是摄影师最黄金的时间 我选择的是我喜欢的事情 在过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就有可能会在我的背后出现彩虹 ?". 我在追求目标 不定地超越自己 在这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人 真如其间真正的感情感 这14座八千米的雪山 是生命禁区中的禁区人 当时跟我一块拍摄的也许会有事 但是走走走的可能只剩下五个 到最后到了山顶 可能只剩下五个人还一直都在路上 这个时候在不同的高度 你才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